長榮航情的請假事件來到了第三天 而因應廉價結束 請假人數也跟著減少 所以今天的航班大致上順利 但是有長情員工就指出了 公司除了從高雄調人之外 不調整年終 反而是寧願一天花兩千四百塊錢來找派遣 讓員工很心寒 而給予長情沒有工會 老子雙方難以協商 只能夠由桃園機師職業工會 還有空服員工會來生員 而這一次集體請假事件 也很有可能會在春節重演 之後牧長王國才就喊話 說長榮集團要出面 讓員工好過年 長榮航情請假第三天 隨著請假人數變少 航班也恢復正常運作 只是這場勞資真夜落幕 恐怕有得等 因為長情並沒有工會能和資方協商 目前只能透過桃園機師職業工會等單位 帶維生員 應對方式就只是再去增補更多的這個 就是臨時人力 而且他用兩倍以上的薪資 在招募這些臨時的人力來做支援 其實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這個原來在長榮航情裡頭的 七成員工看的是非常的灰心 眼看公司態度強硬就是不同意增加年中 讓長情員工心寒 醞釀在春節重演請假事件 另外隸屬華航集團佔桃園機場地勤勤募七成的陶請公司 日前向公司爭取調薪破裂 預計四號舉行勞資正義調解 如果調解失敗 六號將進入罷工投票 況在春節前取得合法罷工權 就怕解封後第一個春節連假碰上請假罷工癱瘓機場 也讓議後拼復甦的旅遊業很擔憂 教職部部長王國才三號急忙 再次向長榮集團喊話 讓員工好過年 長榮航空表示目前長情正積極捕人 也會和員工溝通公司困境 倘若勞資雙方不願各退一步 長情逃情在春節集體休假 郭門恐怕面臨塞機潮 旅客更無端受害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